叶青梅回到太平别院休整了两日 在听到沁帝已经能独立行走的消息后 他打算进宫去看望一下 对沁帝受伤 他至今深感内疚 还跟以往一样 叶青梅到了皇宫门口与五竹分开 沁帝看到叶青梅来探望自己 表现得异常欣喜 叶青梅见了沁帝 只是简单地俯身问安后 就被沁帝邀请坐下了 沁帝面带关切地问道 叶子 听说你受伤 我很心急 现在是否康复了 叶青梅微笑着说道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跟陛下的伤比起来 叶子这是小意思 沁帝微微一笑 叶青梅说 真没想到此次北伐如此凶险 幸好陛下无恙 青梅点头 欣慰地说道 不管怎样 湛青风死了 北齐失去如此大的靠山 就是我们北伐的重要收获 现在北齐内乱不断 这是我们的机会呀 叶青梅认真地说道 这次出征 我们也是损兵折将 现在还是休养生息 重新调整内部 先强大自己 再奸济天下 静地的眉头 微不可见地皱了一下 之后转移话题问道 叶子也曾练过霸道真气 平静之处 可有突破 叶青梅如实地回答 没有 我倒是被他伤的时候很多 所以就放弃了 本来认为你更合适 现在看来也许不通 你也放弃吧 叶青梅觉得 没有必要给他解释核能量的问题 说了他也不会懂 庆帝点了点头说道 我经脉已受损 以后不可能再练了 叶青梅微微一笑 两个人的话题点到为止 也很默契地 没有提到肇事一族的事情 闲聊了一会儿 叶青梅淡淡地说道 陛下 叶子还有一事 想给陛下提个建议 庆帝抬了抬手 说吧 叶青梅淡定地说道 清国历朝都有送公公 到各王宫大臣的 府邸工作的先例 之前是皇室为了 更好地掌控 重要官员府邸的情况 叶子觉得 这个先例可以打破 第一 已经有监察院 完全可以完成 原来公公们的工作 第二 宦官干涉朝政 一定会带来拉帮结派 结党营私等负面影响 最主要的一点 是可以减少每年 皇宫征用的公公 庆帝不咸不淡地说道 好 随后端起茶杯 慢慢地喝了口茶 从容地说道 叶子上次说 所有的农田 都应该新修水利 又让减少农民的赋税 北征回来 国库紧张 所以这项计划 一直没有实施 叶青梅淡笑着说道 这个问题叶子来解决 让公部和户部 去统计全国新修水利 所需的工具和银钱 叶氏愿意为庆国百姓 伸出援手 庆帝面露喜色 说道 好 叶氏有什么需要 朝廷和地方政府支持的 都可以提出来 叶青梅 微微一笑说道 目前没有 但需要陛下时啊 叶子自会提出 叶青梅又与陛下 说了一会儿 时政和监察院的事儿 才起身离开皇宫 太后坐在自己的寝殿 听说叶青梅已经离宫了 才问道 她见陛下可曾跪礼 红公公摇头 叶家主子从先帝在时 就没有跪过 太后眯了眯眼睛 又说道 她绝口没提赵家的事儿 看来对皇权 还是有所忌惮的 红公公点了点头 太后又吩咐道 淑妃快要临产了 传哀家一旨 陛下龙体欠安 国事繁忙 哀家进来 也身体不适 公妃临产在即 特赦皇后尽足利 让她戴罪立功 如此简单形式的惩罚 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 也幸好叶青梅 是个心胸大肚的人 不去计较 可正是她的大仁大义 反倒让后宫里的人 觉得她是可以拿捏的 这日 皇后伺候完皇帝 才来到太后的宫中 给太后请安 太后淡淡地问道 皇帝对你可有异样 皇后摇了摇头 说道陛下待我如常 太后点头 毕竟你是高贵出身 大家闺孝 岂能跟外面的人比 皇后失落地说道 姑母是没接触过叶家女子 她身上好像自带魔力 确实能够吸引别人的眼球 看得出陛下还是喜欢她的 太后微微皱眉头说道 即便皇帝喜欢 她也只是后宫的一个女人罢了 不会威胁到你皇后 皇后一厚地看着太后 太后平静地说道 既然陛下喜欢 就招她入宫为妃好了 省得陛下的心都飞出去了 她在宫外 我们拿捏不了 一旦她踏入后宫 如何管教 还不是你异国之后说了算 皇后微微一笑 欣喜地说道 还是太后想的周全 这一日的太平别院 叶青梅坐在湖边 靠在躺椅上 吃着水果 毫不悠哉 太后身边的公公 来的时候 看到就是这样休闲的场景 叶青梅没见过这位公公 于是她的到来 很是疑惑 太后赏识 赵叶青梅入宫伺候皇帝 封梅妃赐一和宫 叶青梅听完旨意微愣 片刻之后哈哈大笑 是难以控制的大笑 倒是让来传旨的公公 愣在了原地 很难理解这位叶家主子 即便高兴 也不应该如此夸张吧 叶青梅摆了摆手 小心会议 恭送这位公公 离开并给了赏赢 叶青梅看着圣旨 更是止不住的想要笑 之后给五竹解释了圣旨的意思 叶青梅还没有说完 五竹已经掏出火折子 点着了那道意志 叶青梅瞪大眼睛看着她 五竹平淡的说道 她没了 我们还和原来一样 叶青梅又是忍不住大笑 边笑边说道 伤了圣旨 小猪猪 你简直是天下第一人 你帅呆了 叶青梅说着 还揽着五竹的脖子 在她的侧脸处亲了一下 不错 五竹烧了圣旨 正合她的心意 别人向往的皇宫富贵 叶青梅可看不上 五竹看到如此兴奋的小姐 心里更加肯定 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 小姐还是喜欢抱着自己睡 还是喜欢和自己在一起 而不喜欢那个庆地 小公公离开太平别院 还以为自己的差事办得很好 高兴得回宫复命 当太后听到小公公的描述后 不屑地说道 装得如此清高 不过是欲擒故纵罢了 想来这天下的女子 也都以能进宫伺候皇上为荣 公公赶紧恭敬地说道 那是自然 一进宫就封为妃子 这是太后给了她最大的殊荣 太后不情愿地说道 毕竟她还掌管着夜市 封为妃子 以后夜市也就是陛下的了 也算对得起这个氛围 红公公说道 太后圣明 太后平静地说 你去把这个消息告诉陛下 也让她放心吧 而此刻的太平别院中 叶青梅和五竹 好像已经忘了一旨的事情 两人一心在研究 湖中方塔下机关的事情 叶青梅认真地说道 小猪猪 你守在房间 我要去趟实验室 这一次我不会马上出来 你不要着急 只负责守在这里就好 行吧 五竹点头 叶青梅准备好东西 就潇洒地进了实验室 完全忘了宫里这档子事 红公公把太平别院一事 告诉庆帝时 庆帝震惊地愣在那里 办上后 弱弱地嘟囔道 这事不对头啊 庆帝疑惑地说道 红公公 先帝在时 你就接触过叶子 应该也是了解的 怎么想 他都不是一个能听圣旨的人 况且 是这种旨意啊 红公公低声说道 也许叶家主子 确实有益于陛下呢 庆帝淡淡一笑 说道 也许吧 朕也搞不明白他 若他真的进宫 也不知是好是坏 红公公问道 陛下 那需要老奴去安排吗 庆帝摇了摇头说道 先不必了 等等吧 他自己送上门来再说 红公公不解地说道 可是太后的意旨 已经送到太平别院 他还能不遵旨吗 庆帝平静地说道 即便他真的那样做了 朕也无话可说 红公公愣愣地 没有说话 他突然间觉得 这个叶主子 确实是个特别之人 也想不明白这件事 怎么到现在成了儿戏了 庆帝虽然不太相信这件事情 但还是把消息 告诉给了陈平平和范健 这两人听到消息的第一反应 都是难以相信的惊讶 虽知先后来到太平别院 但都是被五主给拦了回来 得不到事情真相的两人 觉得莫名其妙 只能上官进出马 五主坚定地站在 叶青门的房门口 谁都不能进入 上官进笑着说道 吴大人 我是来找小姐聊天的 五主答不需要 上官进无奈地说道 总得让我跟小姐说句话吧 五主没理他 上官进问道 不找小姐 我问你也行 听说太后下了一旨 封小姐为梅妃 可有这事 五主说有 上官进惊讶地问道 难道小姐真的要入宫 五主答 不会 上官进疑惑地问道 那圣旨怎么办 五主说烧了 上官进震惊地瞪大双眼 艰难地问道 烧了 五主点头 嗯 上官进愣了好半天 反应过来之后 一定要进房间找叶青梅 五主还是那句话 小姐做实验 不允许人打扰 这句话 上官进很早以前就经常听说 原来在竹园时 叶青梅不管是画图纸 研究新产品 还是琢磨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都会把自己憋在房间里 而且都是五主把授 从那时开始 他们就知道 叶青梅专心工作时 可以不吃不喝 也不允许打扰 所以 这次上官进也不足为奇 上官进 极其无奈地说道 那是圣旨 那是皇家的脸面 从古至今 圣旨都是被供奉的 哪有人把它给烧了 还无动于衷 这可是杀头的罪 五主握着铁签的手 动了动 平淡地说道 我烧的 他的话不难理解 意思就是与小姐无关 圣旨是他烧的 有什么事就来找他 上官进知道 他与五主根本说不通 叹了口气 朝屋子里喊道 小姐 等你做完实验 一定记得来饭服 上官进匆匆离去 这个棘手的情况 得赶紧通知范健 去想应对办法 叶青梅进了实验室 小哈还是那么可爱的说道 主人这么久不来 一定想小哈了吧 叶青梅点了点头说道 开着小哈 这一次多亏了你主人 我负大命的 要不然啊 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小哈瞪大双眼 好奇地问道 不会吧 你可是天命者 是不会死的 叶青梅不以为然地说道 我宗神庙那个地方 带出来的霸道真气 自己曾经修炼过 这次玉玺啊 经脉受伤 差一点死翘翘 小哈问道 然后呢 叶青梅继续说道 神庙的三名使者 被五竹消灭了两名 要不是他们参与 我们怎么可能中伤 五竹也受伤了 我是想让他疗伤 就去了大东山 没想到他疗伤的同时 我的经脉也恢复了 你说 是不是很奇怪 小哈无奈地叹口气 神庙的使者何其珍贵 竟然就这样被消灭了两个 真可惜啊 至于大东山 你应该发现 那里是核爆发的遗址 核能量能修复你 所以并不奇怪 叶青梅心里当然知道 但还是说道 庆帝也修炼了霸道真气 我是大东山修复好的 可他竟然自己就能恢复 这是为何 小哈极其自然地说道 那就说明 他已经不是普通的人类了 叶青梅疑惑地看着他 小哈解释道 霸道真气 本身就是利用自身的特殊体质 吸收核能量 核能量越积越多的时候 就会爆发 一旦摧毁了人类的经脉 不适合的人就会直接死掉 适合的人就会被核能量冲管全身 也就是说这个人现在的体内已经没有人类的经脉了 游走在他全身的都是核能量 他如果把这个核能量运用自如 那可是非常强大的存在了 小哈看了看 叶青梅笑着解释道 不过主人是个例外 主人命运奇特 筋骨也非同一般 所以你能修复 叶青梅听完也愣愣地说道 一具人类的身体竟然能够承载核能量 甚至还靠着他支撑自己如正常人类一般生活 这是怪胎呀 不管怎么样 这具身体都很具备实验价值呀 小哈点点头肯定地说道 是的主人 至少小哈没有见过 主人可以把他搞到实验室 让我见识见识这个活标本 叶青梅疑后地问道 你不是说人类进不到这个地方吗 小哈点头 普通的人类当然进不来 可他已经算非人类了 况且我有的是办法 他永远不会直到这里 叶青梅想了想说道 他可不是个普通人 研究标文这件事 还是从长记忆吧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